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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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死了 是扎西的表哥 今天 哥俩要去深山灌木丛中 寻找野生药材 每次出门 家人都习惯在风中送行 祝福他们顺利归来 四郎和扎西 每次骑马金山需要三个小时 抵达目的地已经是阳光炽热的正午 这片山坡看似平缓 但四千多米的海拔 依然让普通人难以承受 四郎和扎西寻找的是野生川贝母 川贝母 生长在海拔三千五百米到四千一百米的灌木丛林 高山草垫之间 汤定地区出产的野生贝母 是川贝中的芦贝 本草植物上街日月精华 下席大地土力 其神奇就在于野生的力量 好不容易啊 你看嘛 这边 你往下看 这边有一个 这边 你看到没有 它的椰是这么细的一个 你看嘛 它在这个下面 你看一下 它很小 寻找贝母已经四个多小时了 收获并不大 四郎和扎西还得掐算时间 接近傍晚 狼群有可能会出现 用错是扎西的女朋友 在放牧季节 男人们放牧和采草药 女人们做家务 挤奶是手工活 在牦牛产奶期 拥挫每天早晨和阿妈一起 把挤出的鲜奶过滤 然后打成酥油 高山草殿的夏季 日光充沛 温度不高 气候多变 一日经历四季 并不新鲜 独特气候 不但孕育出独特的野生本草植物 更形成天地人之间奇妙的互动关系 秘境神草 稍后继续 秘境神草 马上播出 花开花落 夏娶东来 适应寒凉气候的野生川被膜 夏秋冬三季都可以采瓦 进入初冬 经验丰富的四郎和扎西再次进山 怕雪坡过冰河早已是常态 贝母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耐寒 洗湿 怕高湿 洗阴病 按照产地和品种的不同 可分为川贝母 浙贝母和土贝母 产区遍布四川 云南 陕西秦巴山区 甘肃等地 两天前的一场雪还没有完全融化 对于四郎来说 雪坡上每从灌木下都有收获的可能 贝母之名实在于神农本草经 贝母 卫心平 煮伤寒凡热 淋漓 斜漆山 侯壁汝南 金窗风静 这片洋芋四郎和扎西的高山草天 从未被外力驯服 狂野大地孕育的野生被墓 凝聚着自然力量 向来为一家推崇 扎西的家是一栋典典型的藏式建筑 父亲最近伤寒咳嗽 为了让老人早点康复 扎西下山后开始自制穿背粉末 用蒸炖雪梨 穿背蒸橙 这种制作方法常见于民间 有清热润肺化弹止咳的功效 止咳效果好且药性平和 采草药除了自用 也能帮补家中的收入 巴美被当地人称为莲花伏地 这座雅致而美丽的秀珍小镇 是川藏县上知名的交通枢纽 四郎和扎西将数月来挖到的野生川被墓 拿到镇上摆摆摆摆摆摆 mountain 你会比你还挺厉害的 好 当地好 多少钱一斤 韩香 employees 一千五吗 少一点 少一点 稍微点 价格稍高但依然倍受人的群懈 跑了一千两百买 不到半个小时 四郎和扎西的一斤贝母 叫价一千五 最后一千元成交 交易的价格 折射贝母的价值 只可平产 食疗佳品 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 无论是援助居民 还是外来游客 都能在贝母 这位药材上达成共事 这种共事 来自同一位老师 生命的本源 北纬三十度线 从来不缺少 地理器官和玄幻传说 神农架地处北纬三十一度 虽然处于中国版图的 中心地带 却拥有北半球内陆地区 保存完好的 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山脚盛夏山顶春 独特的地理环境 和立体小气候 使神农架成为 中国南北植物种类的 过渡区域 这个充满传奇的秘境 不但是地球上的生态奇观 同样深埋着深邃的本草文化 胡初华 生活在神农架林区官丰村 山高路远 交通闭塞 一家人很少走出大山 居住在霞长山谷之中 胡初华一家 主要靠放养山坡羊 酿制百花蜜为生 到了夏季 采草药就是应景的赚钱手艺 胡初华和哥哥胡初君 依照先辈传承的寻山经验 要进山采药了 我现在对你走的 讲解一碗水 好走办 我没搞过 那肯定在那周上 它都在下孤里头 满圆 才翻山越年 它都喜欢整的臭事 这应该的地方 特别我不见得 它想到夏的地方 神农架是地球同围度地区的 一块绿色宝地 境内遍布的原始森林 除了栖息着真奇野兽 还保存了拱铜 棉香等古老的节翼植物 山间的野生本草植物 无论它生长在何处 在时光的轮回中 它与人类的关系 总是那么深远和恒久 好多天都没挂过 蒋面一碗水落我 怎么又没用过 现在这个高中是出台 胡家兄弟俩是山林熟客 以深知野生药材 只会隐蔽在人际汗汁的秘境 采药人的寻觅 浸透着艰辛和劳累 山外的人们根本无法体会 兄弟俩采药的这种药材 名字叫江边一碗水 用名鬼旧 是小薄壳植物 八角莲多年生草本植物 生于海拔三百至两千四百米的 山坡林下 西旁阴湿处 相传 在远古时代 神农式采药 从悬崖上摔下去 昏迷数日 苏醒后 他发现沟水边 长着一种怪异植物 神农摘取他的枝叶摇水喝 不曾想 这种植物中的药用成分 遇水溶解 喝完后 他的伤势立刻痊愈 由此神农就把这种救命草 称为江边一碗水 不然看到凶了 麻烦得大 江边一碗水 为根基入药 具有清热解毒 活血去瘀 止血定痛之功 可以治疗跌打损伤 毒舌咬伤 咽喉肿痛 等多种疾患 《本草经书》中记载细致 凡病属羊 羊胜热疾 即凡货 失魂望见者不可用 不但孕妇不能使用 即使用于临床 仍需医嘱 珍贵的草药 不会长在自家门口 胡家兄弟出门一天 也只能在一处山林里寻找 第二天 兄弟俩继续上山 过了这个季节 江边一碗水的叶子 就会枯萎 难以辨认 以形态辨认采集的经验 源于江边一碗水的 独特叶片 样子像荷叶 一般在山林间的 河谷溪流旁 就能见到它的身影 在这条深山大沟里 挤出江边一碗水 正顺着山间溪流水 逝生长 从神农本草经 到本草纲目失移 每一位本草 每一剂药方 都浓缩自古以来 寻要用药的艰辛历程 胡初华的家人 都是采药人 自然熟知用药之道 除了江边一碗水 他顺带挖了一些柴湖 金银花 回家后 妻子把这些普通草药 熬成汤水 用来喂山羊 按照他们的经验 山羊喝了这些草药水后 可以预防疾病 提高抵抗力 从而减少病亡 初华和哥哥 每天挖到的药材并不多 但只要每天进山一趟 积少成多的收获 还是能卖出好价钱 采药野生药材 并不是山里人的主业 但自古至今 东方本草文化的传承有序 恰恰来自他们 朴素经验的日积月类 大自然 浩渺而神奇 数千种野生本草植物 隐藏在天南地北的山川大地 其生长的环境 和轮回的岁月 给人类留下了千古之谜 充满智慧的中国人 只有亲近自然 靠近他们 认识他们 才能慢慢揭开 本草植物的迷雾 干南草原 崎岖的山谷 痛向雪山秘境 寻山环抱处 一座宏 一座宏伟的村落满居在山坡 这里就是安多藏宅 扎嘎那 农历七月 巨大的梯田 翻出金黄 青柯的香气 弥满山谷 收割的季节 到了 熟透的青柯籽会掉落 要在两天内及时收割 藏民们必须争风夺秒 人类重视青柯 已经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 藏族人将收割青柯的体力活 演绎成了舞蹈 收割下的青柯 搭在架子上晒干 再经过脱壳 磨粉 炒制 就成了主食 簪巴 在迭布地区 簪巴有种独特的吃法 这还需要一种钥匙两用的植物 为了这种植物 阿达与阿桑兄弟俩准备进山 扎嘎那 被以光盖山 最高峰海拔3970米 山谷中遍布高山森林 钥匙资源丰富 这是蘑菇 鸡腿蘑菇 小的很 再一处缓坡 兄弟俩意外地发现了一种野生蔬菜 这里很多圆根 这种形状酷似萝卜的蔬菜 藏医名为牛马 汉语名为圆根 藏医名著四部一点记载 圆根具有胃肝性温 清热解毒 滋不增养之功效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 圆根富含蛋白质 钙 磷 铁 等多种营养成分 这个藏医四部一点里面 他这样说呢 有吗能防一切的这种毒 也就是有吗能解毒 藏药里边最常要的一个药品 叫做人情毛酒 这里边运这个安多藏 圆根是一种药食两用的粮采 在半农半木的安多藏区 圆根早已人工遗灾 几乎每家菜园都有种植 将圆根去皮 刨丝 阳光下曝晒成干 藏医成为傲 热油中放入傲 将干辣椒加盐 捣碎倒入傲中 三八混合香甜的酥油 用手捏成势口的大小 再用拇指将三八压出小坑 像勺子一样盛满傲 这是安多藏民每日的早餐 奥鹅三八 三八和酥油提供了丰富的热量 奥酸辣的味道 中和了三八偏干的口感 几个奥鹅三八下肚 一天的劳作就有了精神 安多藏民独信佛教 圆根在礼佛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将圆根去皮 挖成碗状 用棉絮缠绕树枝做成碾子 倒入酥油 一盏圆根酥油灯就做好了 在远离扎嘎那的深山 坐落着一片牧场 这是阿达一家和几户邻居 共同的深山家园 阿达从小读书 高中毕业后学了厨师 牧场时光已经变成遥远的童年记忆 再次回到牧场 它已经无法适应 牧牛放羊的牧民生活 如今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扎嘎那 去年阿达和叔父阿道 开始经营藏家乐 他们的生活开始与外界接轨 人类的步伐穷尽山野 深深密境被一一攻破 扎嘎那的点滴喧嚣 开始划破山间的宁静 山里人坚守的平静能否延续 只能留给时间来回答 中国西南部的群山峻岭 林木苍茂 山市雄奇 人既罕志 但绝不会缺少民间采药人的行踪 无量山 西北起云南大理南建县 向西南延伸至镇园 锦谷等地 无量山是横端山脉云岭余脉 处于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 自然环境复杂多样 山坡上 这一对正在挖草药的妇女俩 家住在南建县宝华镇十栋四寸 年过花甲的神映 是遗族人 三十多年前 就开始与山间野生草药打交道了 南建 自然气候条件优越 造就了境内丰富的药材植物资源 野生药材 大都生长在生僻山间 惨风露宿 爬山越岭 是采药人无法回避的生活常态 年轻的家花对此并不陌生 爸爸每年都都山上采草药 确实很不简单 家花和父亲这几天采药的 是一种治疗风湿泪滋的草药 在这面山坡 他俩发现了一大颗川山龙 大动了 哇 是这个啊 川山龙 别名川龙属域 串地龙 地龙骨 生长于海拔三百至两千米的山坡 河谷两侧和灌木丛中 是多年生缠绕草制藤本植物 川山龙 以根状精入药 春秋两季采麻 临床上用于治疗风湿痛 风湿关节痛 筋骨麻木 大骨结病 风湿性关节炎等 好吧 走吧 这一天 家花和父亲寻遍了几面山坡 找到了防风 钻地风 川山龙等四种草药 而其他四种草药 要进入无量山深处 才能觅得踪影 这一去路途遥远 把已经采集到手的药材 适当处理妥善保存 是当务之急 深山采药人 已经数载的实践 对于草药的保存和炮制 大都无失自通 老沈生活的地方 气候干燥 日照强烈 采挖回来的药材 最好处理的办法 就是在烈日下铺晒 这样原生态处理的草药 可以最大程度保持药性 第二天 老沈和女儿家花 备好工具 再次出发 进入无量山 路有多远就得走多远 因为在无量山中 有一千多种植物物种 其中不乏品质优良的 珍稀本草植物 在一片山谷 妇女俩发现了几株野生药材 哇 阿花 我跑很多地方 走到 走到 有这么大很高 是你 气候好 来 来 必须挖 它根本就拔不动了 无量山 地貌特征发育丰富 石灰岩 沙岩 叶岩 和丘陵 为野生草药生长 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老沈只要到了季节 就会进山 野生药材生长在何处 他心里有一本明细章 这种根是最好的 这个根是它的根吗 这个确实不错 它的老根很多 自从我家也成福 死掉以后 才有 大多数就是我一个人来的 但是今天来着我家 我这个小孩 在父亲都领我 他们小 但是我继续 几次 几次领来 山外的繁华都市生活便利 但世代居住在山里的彩药人 对外面的世界 却很少有过多奢望 也从未动过 放弃彩药生计的念头 山里的一花一草 就是一辈子的缘分 在过去 就是我家一带我们来 也就是野生的恶了 但是我家一带我们来 是上海 渔住的还更多 但是我们呢 有没有枪 有没有炮 就要不是带上打打 打打打来以后 扛起树林 扛起死吧 扛开以后 这分子 然后碰到狼啊 它不满龙来吧 满龙来 我好准备嘛 好看它嘛 进山不久 妇女俩就在山坡上 挖到名贵草药 南建滇菊 南建滇菊 多数生长在海拔 两千米至四千米的 坡地灌木林园 《本草纲目》中记载 起初风热 滋肾补阴 用至珠峰头目 其指申微 这一趟无量山采药 家花边砍边学 要从父亲手上学到真功夫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回到家后 父亲开始给女儿 传授药材配舞的经验 村里村外的乡亲都知道 老沈擅长用采挖的野生药材 治疗支气管炎和风湿等慢性疾病 这两天在无量山挖到的药材 就是用来治疗风湿类疾患的 忙碌了两天 老沈和家花 对辛劳而获的成果非常满意 天进夜色 能歌善舞的老沈 请来左邻右舍 以仪族民间的打歌来抒发情怀 打歌是南建仪族人家的民间歌舞 人们以三弦 一圈一圈地围着火塘旋转 边歌边舞 尽情舒展内心的喜怒哀乐 粗广豪放的歌舞 展示质朴的生命律动 山中采药人 用朴素的人生 残悟丰富的本草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一 位于贵州西北部 乌蒙山北起云南贵州两省边界 南至云南昆明境内 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境内 居住着苗族 布衣族 仪族等少数民族 曾小泰在母亲生日这一天 起了个大早 背起药楼 前往离家十几公里外的低洼之地 寻找母亲最爱吃的野生鱼腥草 鱼腥草 但是我顺带这个草业往年 我都想走点 因为我妈妈要准备要过生日 我要走点给它挨头吃 它又喜欢吃这个鱼腥草 还有呢 这个鱼腥草呢 又可以吃味边 我都随便走点带到 草业一样带到这里 进山挖草药 走过多少路就有多少经验 土生土长的曾小泰 寻找野生鱼腥草 自有门道 野生鱼腥草 是西南地区民间药食同源的美味佳肴 曾小泰虽然对鱼腥草的药效不能威威道来 但自小就吃 天天品尝的体验 无人能比 这种在山谷阴凉处慢生的草药 富含鱼腥草素 挥发油 极菜碱 胡皮肝等成分 在临库实践中 被广泛用于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流感 肺浓伤 癌性胸水 流行性腮腺炎等多种病症 曾小泰爬山越岭 在一处处潮湿的山地 找到了一株株野生鱼腥草 鱼腥草 胃腥 性寒凉归肺精 是中医药点的描述 抗菌 抗病毒 提高机体免疫力 利尿 是现代药理实验的结果 在曾小泰的眼中 鱼腥草就是大自然的恩赐 药食同源的绝美食材 野生鱼腥草已经日渐稀少 要懂得珍惜 它一般性都生活在海里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还在在白银一个山沟沟地方 十两年树多了 做工了 有些地方还是很找不到 现在都是在沟沟头 海海头的地方 在这地方 一些学校都从这里长大了 从前两年牧场操了 地本村里的囷 Nicholas 从前一边から 去了 苗生 在焕过 自然的土福 piel又是雪 和水 秘境神草 稍后继续 秘境神草 马上播出 过来 过来 回家后 曾小泰让女儿亲自下厨 按外婆爱吃的菜式 烹饪鱼腥草炒肉片 和凉拌鱼腥草 新鲜的鱼腥草 煎煮时 富含的挥发油 如鱼腥般气味浓烈 让人难以接受 但鱼腥草蒸鸡 鱼腥草炒鸡蛋 鱼腥草炒肉丝 等各种菜式 却散发着清香的气味 开胃增食 这份天然的抗生素 被巧用入转 成为云贵川百姓喜爱的家常美味 曾小泰有十兄弟姐妹 十一月五号是个特殊的日子 母亲要过八十大寿 兄弟姐妹们纷纷赶来 吉时口仁 家族为座 公主长寿 用自然馈赠体悟家庭幸福 亲情温暖 健康与长寿 自古以来是人类最为关切的大事 中国传统文化 讲究顺应四十 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活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复古追金 昔日采菊东丽夏